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看这些系数A1到AN 如果A1到AN必须全为零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称这个α1到α1是线性无关的 如果有某个AI是不等于零的 那我们就说呢 这个α1到α1这个向量组是线性相关的 于是呢 关于线性相关和线性无关的 我们上一节课呢 就讲了一些结论 都是什么样的结论呢 一个呢就是 一个向量组 α1到αN 这里边的任何一个向量 任何一个向量αI 都可以由这个向量组来线性表示 它的证明呢相当的容易 就是说呢 把这个αI啊 写成这个的线性组合的时候 让αI的那个系数是1 其他的系数都是0就行了 第二个结论呢 就是说如果有一个α 这个α呢 可以由βE到βR来线性表示 那每一个βE 又可以由γE到γS来线性表示 就说它可以由它来线性表示 这里边的任何一个 可以由这里边的 可以由这个向量组来线性表示 那么这α呢 就可以由这个向量组来线性表示 也就类似的是一个传递性 那么同样的 如果这还有啊 说这γ呢 又可以由另外一个向量组来线性表示的话 那我们α呢 还可以由另外一个向量组来线性表示 可以传递过去 实际上呢 证明的也非常简单 就是呢 我把它写成这个的线性组合 这里边的每一个向量呢 又是他们的线性组合呢 把它带进去呢 一整理就完了 另外一个呢 是说如果α1到α2 比如说呢 我有这样若干个向量 这若干个向量呢 要是线性相关 那 若干个向量如果是线性相关的话 那我再给填上若干个向量啊 再填加若干向量还是相关的 填加上若干向量以后 它仍然是线性相关 如果呢 这些东西是线性无关的 线性无关的东西以后呢 去掉若干个向量 它仍然是线性无关的 我们是这两个呢 提法是等价的 那么上节课的最后呢 给大家留了一个思考题啊 就是说呢 α1到α这些向量 如果线性无关 那填加若干向量以后呢 是否仍然线性无关 啊 那么结论的呢 是不对的啊 结论是不对的 啊 比如说呢 呃 随便一个向量组啊 α1到α2 这是线性无关的 我在填上若干向量以后呢 那我们看 我就随便 我就填上一个零 啊 我就填上一个零以后呢 那么这个新的向量组呢 注意 因为新的向量组 里头有零向量了 那么一个向量组里边呢 如果有零向量 它就一定是线性相关的 啊 这个证明呢 也是比较容易 啊 一个向量组里边呢 如果有个零向量 那我零 这个零向量的系数取一 其他的取零 那他们的线性组合就是零了 啊 也就是大致写写啊 零α1 一直加到零α2 加上一个零 啊 这样的话呢 这个线性组合等于零 而这些系数呢 你看 有一个不为零啊 有一个不为零的话呢 它就是线性相关的了 所以说呢 线性无关的东西 如果填加若干向量呢 它仍然呢 呃 有可能是线性相关的 哎 当然呢 也有可能是线性无关 而另外呢 你说可能这零太特殊 我们不填零呢 其实也也没关系啊 如果要不填零的话呢 大家看 我要填一个α1呢 比如我这个这个限量组 我再给填进一个α1去 那它你看也变成线性相关了 那么是我只要把这个的系数啊 取成1 我把这个 现在这个填进去的不也是α1了吗 这个α1的系数呢 我们把它取成负1 你看其他的系数都是零了 这一个α1 这一个负α1 加起来以后呢 也还等于零啊 所以呢 这个我填α1 它也是线性相关的 当然还有其他好多的填法 比如我填个2倍α1 填2倍α1的话 这系数只要取负的二分之一就可以了 啊 有无穷多种填法 那么也就是线性无关的向量组啊 填加若干向量以后呢 它就有可能线性相关了啊 就不一定是线性无关了 当然我们说不敢保证它是线性相关啊 比如说我这一个向量组呢 就是10 我在填的那个向量啊 这个以致向量组就一个啊 填的那个向量呢 它是01 你看我这回填进去以后啊 那么这两个啊 原来是 这就这两个就是线性无关的了啊 就很容易验证它是线性无关的啊 那么于是呢 我们这个一个线性无关的一个向量组 在填加若干向量以后呢 它有可能线性相关 有可能线性无关啊 这个结论呢 不一定 但是呢 如果原来是线性相关的 在填加若干向量肯定线性相关啊 原来是无关的 如果我在去掉一些东西呢 还是线性无关 那么这个线性无关的东西 我填加若干个啊 它有可能线性相关 有可能线性无关 那么也就是说啊 在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呢 如果是啊 一个向量组线性相关 那我去掉若干向量呢 也就不保证它是线性相关 还是线性无关啊 这是因为这两个呢 又成了等价的批法 而这讲前面呢 就讲了这样三个性质 那我们今天呢 接着来看线性相关 与线性无关的性质 好 如果呢 有一个向量组 α1 α2 到αN 这个向量组啊 是线性无关的 啊 可是呢 这个向量组 填上一个β啊 因为我们刚才说的是什么呢 说这个 一个线性无关的啊 我在填上若干向量 可能线性相关了啊 那么我要填加一个呢 它就变成线性相关了 好 变成线性相关的时候呢 那么 我们的结论呢 是β 可以由α1 到αN 由这N个向量呢 来线性表示 有一个向量组 它线性无关 还有一个向量组 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呢 只添加一个向量 添加一个向量以后呢 就线性相关了 那我们说这β 就可以由这些东西来线性表示 哎 那什么叫β 可由这些来线性表示呢 那就是这个β啊 可以写成A1 α1 一直加到 AN α1 就是β可以由α1 到RFN 来线性表示 只要把β写成 它们的线性组合 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哎 那条件是什么呢 条件是这个线性无关 这个线性相关 那我们来看看 说这个东西 线性相关 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说 有那么一些 常数啊 A1 A2 到AN 还有另外一个 因为这是β的技术 我故意的把它写成B 好 那么因为他们是 这个向量组啊 它是线性相关 所以呢 我让他们等于0啊 可以取到 这些系数啊 不全为0 啊 可以取到它不全为0 好 那因为是线性相关啊 线性相关的话呢 这些系数就有非0的 啊 那么我们说啊 这个A是什么东西 我不管 我们现在呢 要证明啊 这个B肯定不等于0 啊 我们来证明这个B 是不等于0的 证明这个B不等于0 有什么好处呢 那我就可以把这个B拿过去啊 把这BB再拿过去吧 这个B一除就过来了 就呢 就可以写成线性组合了 啊 一会我们再来详细节 哎 那么我们来采用反正法 来证明B不等于0 哎 反正法呢 如果我 假定这B等于0 看看会出什么结果啊 我要证明它不等于0 我设B等于0 我们来推一个矛盾就行了 那B等于0的时候是什么样呢 那就是 我就带进去完了啊 A1 RF1 加上A2 RF2 一直加到 ANRFN 就等于0啊 把B等于0带进去就行了 因为0乘β呢 就是0 那么别的任何的项量加0呢 它还仍然还是0啊 那么就得到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以后呢 我们再来看它另外一个条件 这条件呢 说的是啊 RF1到RFN 它线性无关 RF1到RFN呢 线性无关是什么意思呢 线性无关就是说 如果要写成这个样子啊 它的系数啊 一定是全为0的啊 要是线性无关 这些系数就都为0啊 那么于是呢 我们就知道啊 这个A1 A2 一直到AN啊 就这个东西都等于0 啊 这咱都等于0 这个东西都等于0了以后呢 那你看 咱们这个会儿啊 写出这个式子的要求啊 是A1到AN和B 它不全为0 它不全为0 那么在这个假设的前提之下呢 那B是0 这些A也是0 它都全成了0了 这个矛盾呢 就出来了啊 这是一个矛盾 于是呢 我们就知道 这B是不等于0了 那B不等于0的话呢 我们再利用一下这个式子 那么这个Bβ 我放在这儿 我把其他的那些东西 全拿过去 就是负的A1RF1 减去A2RF2 一直减到ANRFN 好吧 这些东西全都拿到那边去 就成负的了 然后呢 我两边再乘以B分之一 所以B分之一以后啊 这个B分之一 这是B就成了1了啊 一个B 1乘贝塔还是贝塔 那么除以 乘以B分之一 这是负的 B分之A1RF1 然后呢 这是B分之A2RF2 这是B分之ANRFN 好 那么大家看呢 我们的这个结果 什么意思呢 你看 右边就是RF1 RF2到RFN的线性组合啊 我们把贝塔写成 这些的线性组合了 那么贝塔啊 这个意思 这个式的意思啊 就是贝塔可以由 RF1RF2到RFN的 来线性表示 就这个 贝塔可以由 RF1RF2来线性表示 那么这个结论就证明完了 那么也就是说啊 如果呢 这个东西是线性无关 在填上一个呢 线性相关 那么这个项量啊 就可以由其他的 就就可以由前面 这些项量呢 来线性表示 这个结论呢 很有用啊 我们将来呢 还用得着 咳咳咳咳咳咳 好 一个结论 如果有一个向量组 α1 α2 到αn 它是线性相关的 它的线性相关的话呢 那么它的冲药条件 当些紧当的 就是某一个 某个αi 可以由 其余向量 Rf1到Rfn 如果是线性相关的话呢 那某一个Rfn 一定可以由其余向量线性表示 反之也对 我们来证明一下 先来看看 如果这些是线性相关 那么就是说呢 我可以写成 A1 α1 加上A2 α2 一直加到 A1 Rfn 等于0 而且呢 这些个Ai 还不全为0 这就是线性相关的定义 这些系数不全为0的时候啊 它的线性组合居然等于0 那么这些Ai不全为0啊 那我们看呢 那我们看呢 比如说 Ai是不等于0的啊 不签为0嘛 我就随便找一个不不等于0的 不等于0的以后呢 那我就把这个Ai AlphaI 留到左边 然后把剩下的那些东西都拿过去 负的A1 AlphaE 负的 一直到Ai-E AlphaI-E 第二个留下了 那么I前边的和后边的 后边是Ai加1 AlphaI加1 一直到最后那个是 A N AlphaN 其他都挪过去 挪过去以后呢 因为Ai啊 是不等于0的 所以我两边除以Ai分之一 乘以Ai分之一啊 这就是AlphaI了 那么这就是负的Ai分之A1 AlphaE 那这个呢 就是Ai分之Ai-E AlphaI-E 那这个呢 就是Ai分之Ai Ai加1AlphaI加1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Ai分之AnAlphaN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AlphaI啊 就写成其余这些向量的 其余这些向量的线性组合了 那么就这个结论呢 就证明出来了 大家看呢 这个结论的证明呢 相当相当的简单 那么这个手法呢 我们也用过了 在哪用的呢 就是刚才那个定理的证明 在刚才那个定理的证明 当中呢 我们就是把那Bb留下 把其他都挪过去 然后呢 其实就是除以一个 那个Bb的这个系数 那这里边也一样 我把这个非0的啊 非0的这一项呢 留这 然后把其他拿过去 再把这个非0的这个常数呢 给它除过去就行了 啊 这个手法呢 也是常用的 那我们来看 那我们来看 往这边来呢 好 往这边来呢 比如说某个向量 αi 如果它又可以由 其余向量来线性表示 所谓其余向量呢 就是有α1 有αi-1 有αi-1 还有αn 如果呢 它 这αi可以由这些东西 来线性表示的话 这个α可以由这些东西 来线性表示的话呢 那么现在呀 我就把这αi啊 给它往过去拿就行了 那么也就是呢 这个Aeα1 一直加到Ai-1 αi-1 然后呢 αi拿过去以后啊 就是加上-1αi 然后再加上Ai加1 αi加1 一直加到An αn就等于0 好 我们来看 我只要把它αi 往这边拿 这个倒过去用啊 拿过去以后呢 我们就看啊 这个式的就表明的是啊 α1到αn的这个线性组合啊 就等于0 它等于0了以后呢 而且我们再来看这系数啊 这系数就那些A 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啊 那些A不知道是什么 但我知道这个α2的这个系数是负1 那么这个负1呢 它是不等于0的 这负1是不等于0的 那就说呢 在这个线性组合等于0里边呢 它不全是0啊 不全是0呢 就表明呢 α1到αn的线性相关 就表明这个线性相关 这个结论呢 就出来了 所以我们看呢 这些性质的 这些性质的证明啊 都蛮容易 包括上一节课啊 我们后边证明的三个性质 还有这一节课呢 我们新证的两个性质 这些证明呢 都蛮容易的 我们希望呢 大家把这个这五个性质 呃 当做练习 回去呢 自己把它真的证明过程呢 搞清楚 然后呢 将来我们在应用它的时候呢 就不费劲了 下面看一个新的定义 如果呢 有一个向量组是α1 α2到αs 另一个向量组呢 是β1 β2 到βP 啊 大家注意一下呢 我们书上的向量组呢 都用花括号呢 给扩起来了 啊 那么现在呢 我们的向量组呢 这个也不用去把它扩起来了啊 这是一个向量组啊 这也是一个向量组 呃 每个RFI都可以由第二个向量组啊 就是第一个向量里边呢 每个向量都可以由第二个向量组来线性表示 啊 还有呢 就是 第二个向量组的啊 说每个βI 也可以由第一个向量组来线性表示 也就是说这两个向量组啊 可以互相的来线性表示 好 那么如果有这个条件呢 那我们就称 就这两个向量组啊 这两个向量组啊 是等价的啊 就是说有两个向量组 它可以互相的来线性表示 那我们就称这个 这两个向量组呢 是等价 啊 例如 我们现在呢 取一个啊 比如说呢 有一个向量 一个向量组 啊 里边呢 这个含有一个向量呢 是 一 一 一 啊 那个向量呢 一 一 零 还有一个呢 是 一 零 零 这是一个向量组 啊 另外一个向量组呢 是 一 零 零 零 一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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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我们看这样两个简单的向量组啊 我们来看 说这个向量啊 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由他来由由这个向量组来现行表示呢 啊 这个挺明显的啊 你看 这三个东西啊 其实啊 就是他 他 他 他相加啊 就这个向量啊 这个向量是他们两个相加 那么这个向量呢 是他们两个相加 那这个向量呢 就是这个向量 啊 所以呢 我们就说啊 这个向量组啊 第一个向可由他来现行表示 我们写一写啊 比如说呢 这个是 这个是 啊 阿尔法一 这个是阿尔法二 这是阿尔法三 然后呢 这个是 β一 这是 β二 这是 β三 啊 然后呢 这个阿尔法 看 他可以由这些β来现行表示 因为阿尔法一 就等于 β一 加上 β二 加上 β三 然后呢 阿尔法二呢 我们看 阿尔法二呢 这两 这前面两个一 你看 把他们俩一加就行了 就是 β一 加上 β二 然后呢 阿尔法三 阿尔法三呢 他就是这个 β一 好 那我们看 这些阿尔法呢 就可以由β来现行表示了 啊 那么这些β 啊 β能不能由 由阿尔法来现行表示呢 那我们看 β一 啊 很明显 他就是这个阿尔法三 啊 这是β一 我们其实从这里边呢 去解他也可以了啊 那么这β二是谁呢 这β二就是阿尔法二 减β一啊 就等于阿尔法二 减去β一 啊 阿尔法二减β一 那就是阿尔法二 再减去一个阿尔法 三 阿尔法二 你看这β一不就是阿尔法三了吗 带进去就行了 那么β三是谁呢 β三现在就是啊 阿尔法一减去一个阿尔法二 啊 你看我这个β一加β二不是阿尔法二吗 带进去 所以β三就是阿尔法一 往过一拿就减阿尔法二 啊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看 我这个阿尔法呢 可以由β来现行表示 那么所有的这些β呢 又可以由阿尔法来现行表示 看 这个最终的是这个 这个和这个啊 用阿尔法的现行表示 都可以用阿尔法来现行表示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这三 这两个向量组 阿尔法这个向量组 和β这个向量组呢 就是等价的 哎 那我们说这个等价啊 呃 它具有下边呢 这三个性质 好 就是说呢 第一个性质啊 是反身性 啊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任何一个向量组 阿尔法一到阿尔法二啊 都和它本身呢 是等价的 啊 自己和自己是等价的 而这个是废话一句了啊 所以自己跟自己等价 什么意思 我们来看这个意啊 由于这个是阿尔法 和这些阿尔法等价 那就说每个阿尔法案呢 可以由阿尔法一到阿尔法 来现行表示就行了 好 那么这个呢 我们前面有性质啊 阿尔法案 为什么可以由自己的向量组 来现行表示呢 就把它自己的系数取一 其他的取零就行了吗 那么第二个呢 叫做对称性 好 对称性呢 也就是说 如果阿尔法一到阿尔法二 如果它和β一到βS 是增加的 那么它和它呢 就也增加 我们不写了 就这个和这个等价呢 它翻用性的也等价 好 那么这两个都没用 没什么太大用啊 那么一般来讲呢 我们会把这三个性质放在一块 因为它有它的好处 那么第三个性质呢 叫做传递性 好 传递性呢 就是说 如果阿尔法一到阿尔法二 与β一到βS 是等价的 然后呢 β一到βS 又与γ一到γT 是等价的 啊 它和它等价 它又和它等价 传递性 就是相当借助于这个东西 那我们就知道呢 是阿尔法一到阿尔法二 就与 你看传过来了啊 它它它传过来了 以γ一到γT 是等价的 这个证明呢 大家可以啊 用我们这个 与第二个性质 还有这个定义啊 很容易的就能把它证出来 我们这里呢 不详细去证明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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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面呢 我们来讲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定理啊 啊 就是替换定理 替换定理 那么我们看两个向量组 啊 一个向量组呢 叫做阿尔法一到阿尔法二啊 这样一个向量组 这个向量组呢 它首先要线性无关 啊 而且呢 每个阿尔法二 阿尔法二都可以由另外一个向量组 是贝塔一到贝塔S啊 来线性表示 好 我们的结论呢 就是啊 第一个结论呢 就是阿尔小一等于S 啊 而且呢 我们还可以 对贝塔一到贝塔S中的这些向量 重新编一下号 使得 使得 啊 当我用阿尔法一到阿尔法二啊 来替换 贝塔一到贝塔二啊 那么所得的啊 新的向量组啊 这向量组就是谁呢 就是这个阿尔法一到阿尔法二啊 贝塔呢 我把这个贝塔一到贝塔二给去掉了啊 就这个 到贝塔S啊 啊 换完了以后呢 就与原来的这个向量组 原来的向量组呢 就是贝塔一到贝塔二啊 贝塔二加一到贝塔S啊 与这个呢 是等价的 啊 也就是说呢 一个线线 看那个条件啊 这个向量组 这个向量组得是线性无关的 啊 每个阿尔法二呢 可以由贝塔一到贝塔S来线性表示 这样的话呢 阿尔就小一等于S 大家把这个条件呢 一定要记住啊 呃 这个定理呢 是需要大家呢 下点功夫去记一记的了 啊 这个向量组 首先这些向量组线性无关 啊 对向量组呢 线性无关 这是一个条件啊 每个向量啊 每个阿尔法爱呢 都可以由这个东西呢 来线性表示 啊 于是结论呢 那就是阿尔的小一等于S 啊 和原来的那个贝塔这个向量组 他们的关系呢 是等价的啊 这是这样的结论 啊 我们来看看他的证明 那么这个证明的思想呢 哎 就是我们呢 反正是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啊 一个一个呢 去证下去 呃 先来看呢 这一个阿尔法一 啊 这个阿尔法一啊 注意 因为他可以由贝塔一到贝塔S 来线性表示 所以呢 我就给他可以写成 B1贝塔一 加上B2贝塔二 然后呢 再一直加到B 呃 S贝塔S 啊 这是这个阿尔法一 阿尔法一 如果就写成这个样子啊 哎 那我们就敢保证 这个Bi啊 它不全为零 啊 大家注意 我们只说一下这证明的这个大体的思路啊 我们不详细的去证它了 你看 我们现在说这Bi啊 它不全为零 呃 为什么不全为零呢 啊 我来用红笔写 这个反正的这一部分啊 否则如果所有的Bi啊 要是都是零呢 大家看啊 这些Bi如果都是零了 那么这个右边就全都是零了 右边全都是零的时候呢 那这个阿尔法一啊 就也成零了 啊 可是阿尔法一等于零可不行 我们不允许 为什么不允许呢 因为阿尔法一到阿尔法二 它是线性无关的 线性无关 为什么这阿尔法一不让它是零呢 因为我们讲过一个性质 所以这个一个向量组里边呢 如果有零向量 它就线性相关了 啊 如果有零向量就线性相关了 那么也就是线性无关的时候 这里边不能有零 这个矛盾呢 就产生了啊 阿尔法一等于零的话呢 那那些就 那个阿尔法那向量组 就线性相关了 这个不对的啊 不能要啊 于是呢 这个Bi就不全为零 那Bi不全为零呢 那么这这这是 因为这个B它挺多的了啊 那我们 就随便找一个不外不为零的啊 如果这个B啊 这个这个不为零的东西 如果不是这Bi啊 那其实我们可以就 相当于把这Bi重新编个号 就能让它 这个第一个系数不为零 那么我们简单的写成啊 不防射Bi是不等于零的 啊 那么B要是不等于零的话呢 那我们看啊 我现在把Bi拿过来 负的BiBetaE啊 把这项拿过来 把阿尔法一拿过去 就等于负的阿尔法 加上后边这些东西 好 那么大家应该啊 现在应该知道 我们要做什么了 那我就把这个 看 这这Bi不不零了 且这样以后呢 我们现在见过的 已经是第三次了 啊 第三次了 我就把这个负Bi啊 给你除 啊 那么这个就剩BetaE了 这个就等于Bi分之一阿尔法了 这就是负的Bi分之BiBetaE 一直到这是Bi分之BiSBetaE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的意思啊 就是说呢 我 我把这个阿尔法一换成BetaE啊 这就从BetaE开始到BetaE 所以这个向量组啊 和BetaE BetaE 到BetaE 现在这两个向量组呢 我们就说它等价了 那这两个向量组 我们来看它为什么等价呢 呃 要想证明这两个向量组等价 根据定义 就是要证明啊 这两个向量组呢 可以互相的来线性表示 那我们来看呢 这个阿尔法一 可以由它来线性表示 这是这个 其实就是定理条件啊 或者我用这个式子 阿尔法一 可以由它来线性表示 那BetaE能啊 那大家看啊 注意啊 这BetaE这里面就有 这里面要有的话 那BetaE一定可以由它来线性表示 那我们有这个性质 当然你用性质不上算 因为这也太简单了 这BetaE为什么可以由它来线性表示啊 那就是把BetaE系数取一 其他取成零就完了 那么这BetaE呢 也可以由它来线性表示 所以呢我们第一步啊 就是第一个向量组 可以用第二个向量组来线性表示 就证明完了 那么再看呢 第二个向量组 能不能由第一个向量组来线性表示 和刚才道理一样 这BetaE到BetaS 我不用去验证了 因为这里边就有 那BetaE能不能由它来线性表示呢 大家看这BetaE啊 可以啊 可以由它来线性表示 在这呢 这个式子就在这呢 看这不是阿尔法 哦对不起 这没有阿尔法E啊 诶 是个阿尔法E啊 这是阿尔法E 这个地方呢 这是阿尔法E 这个是阿尔法E 这个是阿尔法E 这个拿过来以后变成了阿尔法E 那不要你看这个 这个阿尔法E 这个BetaE啊 可以由阿尔法E BetaE到BetaS来线性表示 那么这里边有的也行 那么也就是这两个向量组啊 它是可以互相来线性表示的 于是这两个向量组呢 就怎么讲 不过呢 我们这才换了一个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呢 这个阿尔法E能不能给它换过来 啊 呃 现在呢 这个阿尔法E啊 大家看啊 阿尔法E呢 它可以由 可以由 可以由 来线性来线性表示 来线性表示 好 那我们就把它写出来吧 那这个阿尔法E啊 就等于 A1 阿尔法E 加上 B2 Beta2 一直加到 Bs BetaS 阿尔法E可以由这些来线性 啊 由由由这些东西来线性表示了 啊 由这些东西来线性表示呢 那我们现在就来啊 要说这么几件事 和刚才啊 说法差不太多啊 说我这个里边呢 A1 B2 一直到Bs 又不能够全是零 啊 不全为零 为什么这些系数不全为零呢 和刚才道理一样的 全为零了以后呢 这阿尔法E就是零了 阿尔法E呢 如果要等于零啊 啊 那么这个这个和这个 相量组啊 是线性无关的 就又矛盾了 哎 所以呢 阿尔法E不能等于零啊 阿尔法E不能等于零 阿尔法E不能等于零 那我们再来看呢 说我这个A1 我不管它了啊 哎 我管这个 说B2到Bs会怎么样呢 那么实际上啊 这个B2到Bs啊 它都不全为零 啊 B2到Bs不全为零 啊 那么这个又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来看啊 如果我们还 相当于是个反正法 我们来反正 如果要它要全为零 会怎么样呢 全为零了以后 那就是阿尔法E等于A1 阿尔法E了 啊 那么也 我把它换一个写法 就是A1阿尔法E啊 加上 负一倍的阿尔法E 它就等于零了 啊 它等于零了 它等于零了以后呢 那我们来看 那阿尔法E 你看这个啊 这是负一啊 这是负一 不为零啊 那就说呢 就阿光阿尔法E和阿尔法E啊 就现性相关了 好 那我们利用我们的质问 说如果一个小的向量 主是现性相关的 那么在填上若干个以后 还现性相关 所以呢 这不就和我们这个阿尔法E 到阿尔法R 这是现性无关的 又矛盾了吗 就说本来啊 这是现本来这个 以致条件 现性相关 现在因为这两个 现性相关 以致条件 现性无关呢 这两个现性相关 用定理就知道 他们是现性相关 以致又现性无关 这个矛盾就出来了 所以呢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B啊 这些B也是不全为零的 而这些B是不全为零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不防设 这个B2啊 是不等于零的 那我把这个B2B2拿过来 阿尔法R拿过来啊 然后呢 我再给它两边除以这个负的B2 那么我们看呢 这个B2呢 就可以写成阿尔法E 哦 它就除以一个 这就是一个负的B2分之A1阿尔法E 阿尔法E拿过来 减去B2分之E阿尔法E 再减去 哦 这是这是正的 然后呢 这个是B2分之 啊 B3阿尔法3 然后呢 这个是 减到 B2分之Bs BetaS 啊 那么这个 这个B2呢 我就可以把它写成这个样子了 哎 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看啊 这回 我原来的这个向量组是 阿尔法E 呃 原来的是这个B2到B2S啊 我们现在来看 阿尔法EB2 B2 B3 到B2S 和 我们的 这个 我现在再把这个阿尔法2也给它换掉 阿尔法给换掉呢 换成这是r1 这是r2 这是beta3 这一道betaS 现在我们说这两个向量组也等价了 这两个向量组也等价 这是为什么呢 它的验证过程也非常容易 你看 这r就是验证这两个向量组 可以互相来线性表示 它可以由它来线性表示 因为它就在这里头 这都在这里头不管了 我只要来验证beta2和r2就行了 那beta2可以由这些来线性表示吗 可以表示方法就在这儿呢 这是beta3 表示方法就在这儿呢 那么r2可以由这些来线性表示吗 可以表示方法就在这儿呢 就在这儿呢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知道啊 就这个向量组和它呢 又等价子了 那我们注意啊 我们来画一个圈 这个圈向量组和这个圈向量组啊 这两个是一样的 这两个是一样的 这两个是一样的话呢 那么你看 它和它等价 它和它等价 因为有等价的这个传递性 我们就知道啊 r1 r2到beta3 一直到betaS 就和beta1 beta2 beta3到betaS呢 就等价 这是换两个的 那么后边怎么办呢 那么后边呢 我们这个就接着一个一个的换下去就行了 啊 一个一个换下去 那么因为呢 r1到r2 r2这个每步都能换啊 每步都能换的话呢 当然那我们这个r呢 就得小一等于s 啊 因为每个都得换呢 r小一等于s 而且我一个一个换完了以后呢 它等价从这个这个等价的传递性啊 就能给它传过去啊 呃 于是呢 我们就可以啊 把前面这些个向量啊 都给它换掉啊 就一个一个的都把它换成r 哎 然后呢 我就保证那个r 这个r呢 是小一等于s的 啊 这是这个证明的这个大体过程啊 下面我翻回来呢 再重新来记忆一下这个定理 这个定理呢 我们将来要有用的 呃 说的是有一个向量组啊 r1到r2 r呢 是线性无关啊 首先线性无关 那r2i呢 可以由这些β来线性表示 于是呢 这个结论就是r就得小一等于s啊 r小一等于s 而且呢 我还可以在这里边 给它一个适当编号以后啊 我就把用r1到r2 就是整个的向量组 我去替换 因为这个你不是说个数多吗 个数多的话呢 我就替换了前二个啊 替换了前二个以后呢 所得到的新的向量组 这个是新的 和原来这个向量组啊 它还是等价的啊 就这样的东西 那么等价呢 这个具体用到什么地方啊 我们下一期课呢 再来接着讨论啊 这次课就道歉 好 这次课就好看喔 好 这次课就好看喔 好 这次课就好看喔